- 歡迎回到校尾彈君寺 我是阿哉 歡迎收看師校尾先生 感謝各位觀眾持續追蹤跟觀察我們校尾彈君寺 我們校尾校尾會員 感謝您對我們的頻道時事幫助 讓我們能夠走得更遠看得更廣 那飛舟員還是要麻煩您看我們節目的時候 為我們訂閱按讚分享開小鈴鐺 好今天我要跟各位會員跟各位觀眾分享的是 可能最近大家還蠻常看到的一艘船 以及一個新名詞 其實講這個新名詞它也不是新名詞 只是我們一般人比較少見的名詞 那當然這種東西像校尾哥這種軍事圈的老屁股 不好意思只是資深記者 還有像我們天天在看軍事新聞當然是很平常 不過大家看到這個單詞會覺得比較陌生一點點 所以今天我就特別請校尾哥 來把這艘船跟這個單詞好好講一講 首先要先跟校尾哥 請校尾哥跟我們大家講一下 Markin Island這艘船 那校尾哥這艘船其實基本上 它不算很老的船對不對 對它其實很新喔 我印象中是2009-2010左右才服役的很新的一艘船 它其實是這個美國海軍的那個 湖峰級的兩棲攻擊艦大概差不多是最後一艘 至少目前為止最後一艘 你說後面啊美國這個 美國造完造完鐵力玻璃 然後之後他們又要重新造這個有船屋的這個 美國級 到時候你可以看到 美國級跟那個 那個 那個艾塞那個 那個湖峰級 基本上其實是相同的船體 基本上船上很多的租源都是相同的 只在於就是差於在於說 美利堅級跟前面的湖峰級 差在一個機庫甲板跟一個烏艙 因為那個時候美國造這個 美利堅級的時候 它的一些想法有一些調整跟改變 那現在它後面又說 因為其實傳統的陸戰隊 兩棲的登陸功能還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第一玻璃之後 又要恢復烏艙 那你說到時候會有變怎麼樣 那其實說真的就很有趣的一件事 至少在那個 湖峰級上 我曾經去過 對我去過兩艘啦 就是艾塞克斯號 還有跟那個 好人理查號 是 然後那 湖峰級的這個船 其實它從建造 一直到那個 最後一艘 那個 馬金島號服役的話 我印象中 我 開始踏入這行工作的時候 比較新的 就是我 進到雜誌社工作 第一艘 遇到福役的湖峰級 其實已經是 硫磺島 以貝基馬 LB LHD7 然後那後面又造了一艘新的 LHD8 就是這個 馬金島 馬金島 那馬金島它當然 其實在 成軍福役上面來講 跟其他前面的幾艘 那個 湖峰級來說 其實有最大的不同 就是 把原先的這個 Steam Turbine 也就是那個 蒸氣鍋爐的這個 主機 換成了 也就換成了 LM25 船用的這個燃氣渦輪主機 所以它這個船 其實 它的這個 最大速度 等等 其實跟 過去找些湖峰級 相對來說還是差不多的 但它相對來說 它的暖機的這個時間呢 就會啊 短很多 所以它的那個 出航的這個 速度啊 就會比較快 那其實 剛才我們都講到 那美利兼級的下一艘 又恢復有這個 體育玻璃之後 之後就有這個 污倉 對 那其實呢 大家看 那個 USS的美國幾號 六號 那體育玻璃幾號 七號 然後再來接下來 如果是要到LFA8的話 對不對 那就是有兩艘八號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講的 他也是八號 他LHD8 對對對 那齁 但是這裡齁 我們剛剛秀也會講說 這美利兼級跟 美利兼級跟 前面的 暴風級 秀哥你覺得在 它中間為什麼會插了 這個 美利兼號跟 這個 這個 讓它忽然出現說 欸 沒有誤差這樣的情形 好 其實這個跟 陸戰隊的這個戰術 改變有很大一個關係 那 怎麼說呢 再來其實你看到 那個美國陸戰隊 大概差不多在 近二十年 或近十年來說 啊 他的這個部隊的 編裝的調整 大概在 開始決定要到 美國之後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改變 就是為什麼呢 美利兼級跟傳統的 這個 胡風級相比 它少了污倉 少了污倉 也就代表它 不用帶車輛 也代表什麼車輛吧 我覺得你說 如果要帶那種 那種輕型的 全地形車 或是 那個可能是美軍的 這個輕型的 戰術輪車的話 它可以藉由直升重型 運輸直升機的調掛 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如果說你要好 比那個 那個 輕型的戰術輪車 更大的車 我覺得其實可能就相當幸福 雖然你說 這個 美國的這個 漁音機啊 或是說 甚至於那個 超級海蟲馬等等 也可以調到那個 M乖乖乖什麼的 沒錯 沒問題 但問題是 你一旦調上去以後 對不對 調到陸地上以後 那後面的那個 它如果有碰到任何狀況 它相對來講 它的機動性就比較差 因為你沒有辦法 同時調 可以拖M乖乖乖的車 然後跟那個 M乖乖乖上去 像比如說 M乖乖乖來講 你要真的拖動它 那個MIMO下線 至少你要漢馬車 對對對 至少你要漢馬車 那你 那但是如果說今天 那個 America 它要帶那個 漢馬車的話 我就覺得 其實相對來說 它就不太具備這樣的 這個條件 和環境了 對對對 不過這裡 我要跟各位觀眾 跟會員提醒一下 雖然它是兩代 兩代的船 然後看到說 每一間級 跟前面的湖峰級 它真的是兩代船 為什麼 因為湖峰級的最後一艘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這個Machina Island 對 所以它剛開始設計的時候 是什麼 它剛開始設計的時候 上件的是什麼 MV-8B 對 超級海鮮馬 那個時候 連MV-2-2都沒有 各位觀眾 其實這裡面 大家要先釐清楚 就是說 真正MV-2-2的Orilyn 可以設計到一個 原生的艦上面 其實從 USA在美國才開始 然後當然就是說 另外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組織編裝的調整 關係也很大 為什麼 因為過去護戰隊 它其實有包含像 戰車營啊 然後火炮營啊等等 但是其實從 大概在 反恐戰爭的中後期以後 美軍在 對於陸戰隊的想定 就已經開始 有一些調整 陸戰隊其實在美國來講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這樣的軍種 它其實是 跟海軍空軍 是還有那個陸軍 是同等級的 也就是它是屬於 一個單一軍種 所以我們以前過去說 美國有五大軍種 海軍空軍陸軍陸戰隊 還有那個海岸防衛隊 那後來Cost Guard 他跑到那個 現在變到司法部 變成那個 變成那個 司法部 但是其實 它的這個人員 那個很多部分 還是跟海域互通的 那當然現在 國防部底下 多了一個太空軍 太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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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單一軍種 但是呢 我們剛剛講到陸戰隊 它在過去 其實在 美軍在 戰術 運用上來說 它其實是把它當成一個 那個Ready Unit 也就是呢 可以算是一個 隨時可出動的一個 快速反應的 這樣的部隊 對 以陸戰隊來講 陸戰隊的這個組織編 它其實一直非常強調 它的這個 那個 部署性 那 例如說 它的編裝大部分擺在 太平洋戰區 那個歐洲戰區也有 但是如果說你比例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 在 陸戰隊 你如果把它分成三分來看的話 三分之一在歐洲 三分之二在太平洋戰區 那當然 其實太平洋戰區因為島嶼多 那過去也因為 那個二戰的這個經驗 然後的確讓美軍在這個 太平洋地區 擁有比較多的 這個陸戰隊的 這個部署 那再加上 陸戰隊其實 它過去我們剛剛講 有戰車有重砲等等 但是隨著現在的這種 兩棲登陸的這個 戰術載台的這個改變 讓美軍認為 你這種過去的戰車 或說是重砲 它其實因為 大家其實還要很重要一件事 就是你在做這個 馬丁艾倫或 造那個 遊區嗎 這段時間 特別是馬丁艾倫這個 開始建造 美國其實它面對的這個 主要威脅 從傳統的大國 變成了什麼呢 變成了遊擊隊 然後變成了反恐戰爭 變成了著名地戰鬥 所以它其實就認為 這種傳統的這個大炮戰車 相對來說已經不太好 如過去般那麼樣的一個重要 所以它的組織變化開始調整 跟思考跟調整 那當然比較具體的 你就可以看到 大概在2018年左右 那個 艾斯培當任國防部長以後 其實就直接把這個 陸戰隊的這個戰車營 什麼等等 統統砍掉 讓陸戰隊變成一個快速變化 但當然 那之前呢 又從那個 讓美軍的這個 軍隊的這個 戰鬥力量 從front the sea 就從海上來 逐漸的變成一個 就所謂的 分散式殺傷 也就是分散式殺傷 它的起源的概念 是從海上來 從海上來 到了分散式殺傷 到現在的這個陸戰隊來講 它其實更重視的 就是所謂的 快速步數的這樣的能力 那這個快速步數 當然就如RJ剛剛所說的 最重要的改變 就來自語音機 語音機的這個 進到美軍的這個 部隊裡面服役 把過去的CH-46 把它替換掉 第一 是在飛機的數量上 大幅減少 也就是說 過去 CH-46 在一艘兩棲攻擊艦上 大概會帶到24架左右 帶到24架 各位觀眾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它全部排在甲板上 那個甲板會排嗎 前面 前面排滿滿 因為它其實也是可以 把那個懸翼啊 收起來 一個一個長條 就是說 我找這個照片 我一定找得到 大家可以看啊 但是我沒有想到是24架 如果是24架的話 就是說 它劍島 旁邊開始排到 那個甲板頭 那個地方 大概全部都排滿 對對對 然後呢 為什麼說不好 就是說 從CH-46 變到語音機 差異這麼大 因為其實 語音機的這個 運輸的這個數量 感覺是跟CH-46差不多 其實運輸量差不多 但是速度差很大 一個是大概 那個時速四五百公里 五百公里 四五百公里左右 快速前線去快速前線回 那個就是 quick in quick out 但是那個 CH-46就傳統直升機的速度 大概一百五十公里 到兩百公里 這樣慢慢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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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過去 然後再慢音慢出 所以那美軍認為就是說 那當有MV語音機之後 你同樣一個單位時間的運輸量 語音機跟那個CH-46是一樣的 然後呢 語音機的性能又更好 所以相對來說 他們呢 就不需要再養那麼多 或讓那麼多的這個語音機上鍵 就可以達到相同的運輸目標 那當然你就說 哎 總是有地面抵抗啊 會打或幹嘛 也沒錯 但是 其實喔 常常我們之前呢 在跟大家講到這個 這個颱風防衛作戰 講到這個對岸 如果要真的準備 對這個什麼 桃園機場啦 或是台北港 開始進行這個 那個快速登陸奪取的時候 他絕對已經掌握了 制空權跟制海權 對 他絕對不會傻不扔登的 這個拿來跟你硬碰硬 同樣的 美軍也一樣 因為老共的叫翻 就完全是看著美軍在走 所以那美軍的這個 叫翻跟概念是 如果當我要把這個部隊 快速部署進去的時候 我前面一定要經過 航艦打擊群喔 對敵陣地的 足夠的這個軟化 也就是說 一定要能夠有 那個消滅掉 這個守軍 大部分的這個防務 那剩下的部分怎麼辦呢 兩棲公司機場 還有帶什麼東西 F-35B嘛 那過去是AV-8B 對 另外還有H-1W 現在是H-1Z 這些戰鬥直升機 在他的部隊 進行登陸的時候 就 你知道 伴隨著這些魚鷹機 或是超級海鷹馬 隨時在側 然後隨時看到 有誰冒出頭來 我就打誰 對 所以讓他的這個 那個運輸機 相對來說 盡量的減少 來自於地面的 這樣一個騷擾 跟這個抵抗 所以他對他來說 他魚鷹機 可以用比較少的數量 就達到原先 相同的運輸目的 那這個東西其實好 也讓現在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 美軍的這個 兩棲攻擊艦 的確比過去空曠很多 對 人力啊什麼等等 需求都少上非常多 那當然就如RJ所說的 所以你這個 Markin Island這個船 他其實從服役 他也經過兩次加改裝 他兩次加改裝 第一次就是針對 這個魚鷹機的加改裝 第二次其實是更大 針對F-35B的這個加改裝 但是F-35B的這個加改裝 相對來說 他的困難度比較大一點 為什麼 其實你現在的這幾艘 兩棲攻擊艦 現有的從湖峰到 Markin Island這個 以古獸八艘線變成七艘 對 他其實還是少了 跟那個 跟那個 美國級來相比 他還少了一個所謂的 high hat area 就是高冒區 什麼叫高冒區呢 因為其實你過去在設計 兩棲攻擊艦的時候 他的那個機庫甲板 他的高度是固定的 但是當你在做F-35 戰機維修的時候 你需要一些更高的 這樣一個等於說 那個 那個機庫甲板高度 要比原先的機庫甲板高度 要更高的這樣一個 所以像過去從這個 湖峰到Markin Island 有一些F-35的這個維修 可能必須要到 甲板上才能做 對 然後但是在 美國跟那個 迪力玻璃 他未來是直接可以 在機庫甲板裡面 對 因為他的機庫甲板有一部分 是挑高的 那未來當然你說 我們其實就講到 那你這個迪力玻璃 後續件 又恢復了這個 船戶甲板的話 那其實當然啦 那這很有可能 就是沿用 這個迪力玻璃 跟那個 美國MVCN級 設計的新的這個機庫 為什麼 從海雲來講 F-35B 要逐漸的 替換這個 AV-8B 對 所以那這個時候 你未來的這個 所有的新造的兩極鍵 都要能夠提供 F-35B 在機庫甲板中 維修這樣的能力 至少 至少 那個 在 Marking Island之前 因為還沒有這個 F-35B 的問題 那所以相對來說 它還是一個比較傳統的 那個 胡蜂級的 機庫甲板設計 對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為什麼剛剛 我們要特別講這艘船 它特別的地方 因為呢 一來它很新 剛剛像我哥講 它很新 2009、2010 才 F-35B 才服役的 對 它那時候 服役沒多久 它就改裝 但是相較來說 後面出來的 就不用改裝了 它上面就是 把這些東西做好了 它的甲板 不管它的甲板 有沒有耐熱 那它的甲板 有沒有變寬 因為要給這個 這個 MV-22 那再來就是 它的甲板上面 要有灑水跟冷卻的設計 再加上它的這個 Hanger 就是它那個 西庫甲板 要調高 那這些東西它都已經設計好了 給MV-22 加上 那個F-35B 的這樣設計 Original的 其實基本上就是實現在 RHA-6 就是在 America上面 但是在之前的呢 各位 之前的這8艘 每艘都要改裝 所以為什麼 好人理長燒掉 美國 海軍這麼痛 為什麼 剛改好 快改完了 改裝作為 快要完工了 花大錢 改裝是 很花錢的 各位你想想看 其實連 我們今天講的 也是經過大錢改裝的 這些改裝 包含甚至像 我們在日本 看到日本 這個兩艘 這個 初雲集 一樣啊 小哥 那個改裝其實都很貴啊 都花很多錢 初雲集 它第一艘的改裝 還沒有做到位 但是你可以看到 現在新的家賀 最近有很多新的照片 在五港拍的那個 它其實已經把整個 箭手的甲板 完全加寬到 那個長方形的 對對對 我這一次去看 我登上初雲套的時候 它的甲板 還沒有完全改 對它前面還是 那個尖的 為了配合它的這個 劍手的這個 那個延伸上 但是 加賀已經把完全 這個有點像是 蓮花攀屏那種感覺 是是是 所以這個真的 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那所以呢 這邊我們也 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 Machina的這艘船 最近呢 雖然是 比較常被我們關注到 因為它在我們台灣 周遭 現在跑來跑去 對看到了船 不過它會這麼辛苦 其實也是其他有資 為什麼呢 好人體它燒掉了 是是是 所以造成就是說 目前美軍的 兩棲攻擊艦其實是 後車兩棲 那個作戰艦艇 主要的這種 母艦等級的 這個船少一艘 好 我們今天謝謝 校尾哥給我們非常精彩的說明 感謝各位會員 各位觀眾的參與 好 感謝各位觀眾實際追蹤 觀賞我們的校尾 韓軍是我們校尾的校尾 校尾 校尾 會員 感謝您對我們頻道的時事幫助 讓我們走得更遠 看得更廣 這個五月 六月 各位就知道 加入會員 絕對有好康啦 而且呢 這個好康啊 可能遠超過 各位大家原先所想像的程度 那非會員還是要麻煩你 和我們的節目 要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開小鈴鐺 這算廣告算數 懂廣告幫我們看完 傳廣告請幫我們看 30秒之後再按一下六個廣告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幫我們分享 訂閱按鈴鐺 打點名嘴 我們下次見